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恭喜今天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 感恩前来助援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的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 再次感恩大家 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二十年来慈悲付出 广度有缘 以佛法之光为众生点亮佛心 启迪智慧 开悟人生 令一千万佛友 破迷开悟 礼苦得乐 卢君洪台长广获国籍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获得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及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历史名校 西安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 卢台长还作为特押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多次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是佛法精髓 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年日来我们聚在新加坡 共募佛光 共瞻法喜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令众生净化心灵 明心见性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如今洪师父已在天上为我们栽下一朵莲花 我们更应以师父为榜样 心怀感恩 广度众生 做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眼 使佛法之光传遍世界 使有缘众生离苦得乐 让世界充满慈爱与和平 本次见面会的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的佛学问题 卢台长将为我们现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 请各共修组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并到台前准备 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广西的雍井然同修与我们分享 患有多种妇科疾病 多年不孕的雍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顺利怀孕 如愿得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君洪台长恩师 我是广西雍井然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 心灵法门助我治好多囊暖潮综合症等多项妇科疾病 并产下健康素宝宝 我和先生于2014年6月开始接触心灵法门 学佛没多久 我们就在家里供上了佛台 正在我苦于不会礼佛的时候 菩萨妈妈晚上就亲自到梦中 教我如何上香礼拜 让我这个初学者 震探不及 同时又让我感受到菩萨妈妈 慈悲关爱无微不至 这更让我坚定了好好学佛的信念 即将步入高龄危机的我与先生 想要宝宝已经多年 家人的催促 使得我的压力 使得我们的压力重重 我们自觉身体健康 怎会想要个宝宝就这么难 2015年5月份 我去医院查出宫颈弥难 多囊暖潮综合症 医生说 想要怀孕就得先治愈好这些病 于是我们开始奔波于各大医院 和中医诊所之间 先生每天忙于煎药 我负责一碗碗喝药 谁知就是去医院做各项检查 身心疲惫不堪 效果也是不尽人意 师父说过 肉体病要看医生 但如果是灵性和业障病 只有通过念经才能治疗 我跪在佛台前 向菩萨妈妈诚心忏悔 并许愿放生一万条鱼左右 送49张小房子给自己流产的孩子 永不吃活的海轩 在一次常规检查中 有一项支援体 培养续筋显示为阳性 这些引起精气布条也很难受孕 原来我有这么多妇科疾病 自己浑然不知 回到家里我赶忙跪在菩萨妈妈面前 祈求希望我的病能尽快好转 过了几天再去复查 结果居然是未培养出细菌 连续菌都没有了 医生都觉得很奇怪 想着曾多次梦到过一位中年妇女 穿着白大褂 给我开药放药 我想这是菩萨妈妈 在给我治病来着 感恩菩萨妈妈如此联系我们 只要有求一定会应啊 我 我坚定信心严格按照三大法宝来做 念经许愿放生 每天的功课 祈求菩萨妈妈帮我治愈身体妇科疾病 能够早日怀孕生子 九月底的一天 我去医院做常规检查 医生告诉我怀孕四十多天了 没想到这么快 我激动无比 热泪盈眶 心里无限的感恩 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 多少个日夜的期盼 多少次跪在菩萨妈妈面前 诚心忏悔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三大法宝 灵验无比啊 观世音菩萨妈妈 有求必应 怀孕后 我许愿 终生吃常树 借杀生 在宝宝顺利平安出生之前 放生五千条鱼 每天的功课也祈求 父中的孩子能够平安健康 此期间 我的弟子申请也顺利通过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带着肚子里四个多月的宝宝 一并前行马来西亚参加拜师 法会期间 还梦到师父指着我的肚子说 这是个男孩 六月二日去放生 天空佛光普照 祥云多多 真是法喜充满 我当天下午就入院 第二日是药王菩萨圣诞 凌晨我开始腹痛 到下午泼腹产 八点七斤巨婴 和师父梦里说的一样 是个男孩 看到这个可爱的健康宝宝时 我激动的泪流满面 感恩观世音菩萨 终于圆了我的妈妈的梦 产后恢复非常好 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行走了 开刀的伤口也不痛了 第三天奶水就有了 而且奶水非常充裕 同时 这也证明吃全素 营养不会有问题 奶水也不会有问题 还在徘徊的师兄们 别再犹豫了 赶快吃素吧 正在为宝宝取名发愁时 菩萨就托梦给婆婆 告诉他孙子就叫宝生吧 我们找了取名字的师兄 和对也说这两个字 很富额宝宝的生辰八字 真是感恩无比 最发喜的是 婆婆在梦到这个梦境后 也开始念经了 之前我先生多次度婆婆学佛 他都找各种理由推脱 这至菩萨 亲世写圣婆婆开悟了 真是太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了 不仅给宝宝取了个好名字 还度化了婆婆 真是小到家世 大到会命 菩萨无不一一关爱着我们 也让我感受到 只要放下一切 好好修心念经 什么事情 菩萨妈妈一定会安排好的 宝生六个月的时候 得了一次严重的湿疹 脸部红肿流龙 整夜哭闹 烦躁不安 连续几日用药也不见好转 这情况真是病在而生 痛在良心呀 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最近念经 念经懈怠景起 于是我赶紧跪在菩萨妈妈面前 泪流满面的磕头忏悔 并许愿为孩子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放生三百条鱼 功课里增加往生咒和 礼佛大忏悔文 第五天的时候就梦到观世音菩萨 开始指导我如何用药 第七天宝宝脸上的 脸上的笼包大部分已消失 红肿也逐渐消退 这短短七天的经历 使得我懂得学活一定要精进不能懈怠 否则业障来的时候 痛苦只能自己承受 我誓愿余生 我誓愿余生 永随恩师不法 弘法度众 护持正法 弘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做一切弘法立身的事情 拥抱佛恩 感恩 感恩大慈大悲 深受皮肤疾患折磨 阿弥陀佛 幻门 感谢各位 所说能够利益法界众生 我过去以来 生可欲所造贪嗔痴杀道瘾 无量无边的罪恶 今对十方诸佛菩萨 举隆天赴法前求哀忏悔 令我举一切众生 一切有缘众生 生可欲 亲近 无障碍的接受 疏忽的甘露华语 我出生在台湾 小时候身体就很不好 我妈妈就去跟我算命 算命先生说 你没有胡宝养他 你要快点让他出去 那时候我才13岁 我妈妈一早就带我到台北桃源 去学梅滑 后来有一天又到台北 写滑形设计 那花花世界的台北 我真的不太不适应 所以天天就睡不着 一连之后 免疫系统失调 去给医生检查出来说 是血癌 医生说你这个已经没有药医你了 你回去准备 然后我隔壁的羊妈妈 她看到我这样子说 哦 看你这样子 我有佛菩萨才能医你 那我晚上带你去拜佛好吗 我一下就跟她说好 那一早我就去联社 然后刚去的时候 刚好是在用澡栽 然后那天才知道是 阿弥陀佛的圣诞 11月17日 那吃澡栽的时候 我好喜欢吃室的味道 那第一天就归三宝了 那他们练佛就跟着练 那练到第二天晚上 11点多的时候 我的身体花冷又花热 一直探夺 那我姐姐就快点 以为我真的要死了 然后快点帮我送到 台北马界医院急诊 医生从12点多查到 早上6点 医生说 你一点点病多没有啊 只是你没睡好 太累而已 那第三天以后 全身的怪病全部都好了 记忆力也全部恢复了 阿弥陀佛实在太神奇了 我好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几次救我 我特别喜欢 花界掌声 阿弥陀佛 所以我当下就决定 开始学佛 有一次车祸 我遇到世间无常 我要专心出家修行 来抱佛的恩德 那我隔天就不做事了 不做生意 把店领让给别人 决定出家了 我会到次去学华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脸上突然生了很多怪疮 脸上花花的很难看 可以说是千仓百孔 我很在意 西医中医千亿万亿都没有效果 28年苦不可言 在2014年 我在网上听火起的时候 看到卢台长的视频 看到师父很慈悲 我好感动 一看到师父就一直哭 一直哭 眼泪都擦不住 擦不停的 一直流泪 我说 这个世界持有阿弥陀佛 还有观世音菩萨 怎么还有这么慈悲又神力的人 那哭到12点多我就去睡觉了 早上起床的时候 洗脸的时候 摸到脸上说 奇怪我的脸怎么是滑滑的 我就快点去照镜子 奇怪好神喔 全部的千仓百孔都没有了 连痕迹也没有一点点 我好高兴喔 感觉师父真的太神了 当时我连小黄子都还来不及知道 我的28年的怪病 千亿万亿都医不好的怪病 完全没有了 那时候 以前认识我的人 都吓一跳 说问我说 你的脸是怎么好的 我就跟他们说 就是卢台长医我的啊 那从那天之后 我就变成很有自信 很快乐啊 师父的白话活滑 还有师父的视频 我从全部都看完了 然后感觉师父真的是很慈悲 又很正 那我们真的很有福报才可以遇到师父 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我在2016年书要到台湾前 我心想说我要来拜师父 然后跟观世音菩萨学 善巧方便 成就一切自治 真的才是报复温德 所以我在2016年10月5号的时候 师父为我一个人 收尾协生 我是要太感动了 师父说 我希望我到全世界 红华的时候 你可以随我去吗 拜师结识后 我就随了师父去日本华会 我很华喜 回来后 过去两次的戳破了旧伤 完全都不会疼痛了 后来又随师父去马来西亚 槟城法会 师父慈悲交持我 我前身的业障 全部消止了 我回到家里还梦到师父 师父说 我把你的环胎全部帮你剥除了 我醒过来以后 感觉身体很舒服 很安详 很华喜 很清安 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 帮助一切众神消除身心的病苦 真的很不可思议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华台长要花了多大的功德还有能量 才能够把无量节的众生的业障消除 这是师父从无量节来不停的解功累得 才能够把这么大的罪障 业障 癌症 幼异症 怪病 医好啊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 所以我们知道 观世音菩萨 威德无穷极 法力无边 慈悲无量 有一句句 南谋过气 正法名如来 献前观世音菩萨 成妙功德 祭大慈悲 以一身心 献无量千所言 照见法界众生 护持众生 我体会到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师父的本人啊 只有在视频看到师父 那我那个怪病就好了 我体会到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照见法界 护持众生啊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令一切众生 花大道心 教词圆满 无碍神咒 永离恶道 得生佛权 无奸重罪 缠身恶极 莫能救济 稀能消除 三昧 三昧 三昧变财 献生求愿 贤令果税 竭定无疑 能使四货三成早灯活地 威神之力 敬为来自感恩 师父 如亲红 感恩各位法师 及大众 愿一切 有缘众生 同生 及乐国 来自山东的佛友们 为师父和心灵法门 献上一首赞歌 感恩师父 为我们指引 回天之路 让我们悟出 人生真谛 让我们掌声欢迎 此行法传 明东指引 心灵法门 是法宝 众生得离苦 献给师父的赞歌 是您 带我们走进 智慧的海洋 是您 帮我们把心灯点亮 是您 让我们 辅会 增长 是您 教我们 消灾 吉祥 是您 教我们 心心宽广 大爱 大爱 无家 大爱 无家 无家 是您 帮我们 把梁花 种在天上 是您 指引我们 把菩萨的赞歌 唱响 是您 指引我们 回家的 方向 您 您的法宝 就是神医良方 您的法语 传递正能量 您的教导 我们 谨记心上 您的宗旨 带我们 走向 美好 天堂 极乐 西方 极乐 西方 台长啊 台长啊 台长 我们 是您的 弟子 您是 我们的 师父 感恩 您 把我们 培养 您是 我们的 精神 祝良 提起您 我们 无上 荣光 无论 在何方 也 因为我们 保驾 不航 保驾 不航 菩萨 菩萨 妈妈 我们 是您的 孩子 您 是 我们 的 妈妈 无论 我们 身在 何方 内心 对您 无比 敬扬 感恩 您 我们 共同的 妈妈 我们 共同的 妈妈 为了众生 您 重返 人间 为了 红法 您 发下 大愿 您 舍下 世间的 一切 眷恋 扬起 心灵的 风帆 带我们 一起 登上 法船 登上 法船 法身 越过 万水千山 您把大爱 传递 人间 菩提的种子 全球洒遍 植入我们 心中的 福田 愿我们的 菩提心 永不退转 永不退转 图腾世界 神奇灵验 妙法 善巧 方便 法语 通俗 而又经典 您的 佛语 善言 海纳 百川 海纳 百川 您 红法 殊胜 而又圆满 您的佛子 已经 千千万 国际社会 获奖 连连 中华文化 世界 相传 世界 相传 您 教导 我们 看淡 人生的 悲与欢 迷途 要知返 断恶 就是 修善 放下万万 一切 随缘 积德 行善 回归 本源 回归 本源 和您 相聚 是一种 是一种 情缘 我们不知 轮回 多少年 菩萨 面前 许下 誓言 今生 做好 菩萨的 牵手 牵眼 一事 修从 我们天上 永相见 我们天上 就相见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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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官 是一 菩萨 感恩 师父 公主 师父 华 以安 康 常 祝在世 救助更多 有缘就生 师父 我们爱您 我们永远爱您 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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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大慈大悲 的 观世音 菩萨 请 顶礼 大慈大悲 的 师父 请 准提神照 洗手 归衣 熟悉 地 偷面 能力 继继继继继 我 接 称 胆 大准提 罪月 慈悲 罪 家 物 南 摩 沙 东 南 山 泻 麥 沙 五 头 七 之 南 三 字 头 阿 船 烈 组 列 转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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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们爱您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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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陈新恩同修与我们分享 患用严重肾病多年的陈同修 在休息心灵法门之后 身体机能奇迹恢复 令医生也大为惊叹 现在陈同修在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之下 考取国立大学文学系 其事迹更是被多家媒体报道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大家好 我叫新恩 今年22岁 我从两岁开始就有严重的近视 到了上中医的时候 肾脏也出了问题 需要一直做附魔透析 在2011年上初级学院的时候 势力恶化 让我再也无法看到书上的字了 然而或不担心 在2014年 我又遇上了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关 几乎失去性命 2014年4月5日晚上12点 我的肚子突然剧烈的疼痛 呕吐四次 叫了救护车 医生查出我是细菌感染了我洗肾的管子 之后的两个星期 我的脑海里 只记得疼痛和无助 我当时高烧42度 细菌又感染了我的肺和脚 脚也肿了 眼睛也开始剧烈的疼痛 根本张不开 每天只能勉强睡上两三个钟头 医生和护士都束手无策 只能每天给我打大量的麻啡药 换不同的药物 在我身上动刀 每一天我都是活在恐惧中 因为每一天都是不好的消息 就是在这个时候 母亲通过小姨 了解到了心灵法门 开始从早到晚拼命地为我念经 也许是母亲的虔诚 感动了菩萨 妈妈念经一个星期后 整夜因疼痛 而无法入眠的我 第一次一觉睡了八个钟头 当时我就相信 观世音菩萨能救我 急切地想要学习念经 但是我看不到经书上的字 那时也没有念佛机 感恩心灵法门的义工们 到医院教我功课 他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我听 我便入境录音机里 然后反复的听 直到我把所有的功课背起来为止 在住院期间 我的功课是每天念诵 大悲咒四十九遍 心经四十九遍 礼佛五遍 小咒四十九遍 并且每天念诵两到三张小房子 我和妈妈开始念诵小房子以后 奇迹便一件一件的发生了 首先我的病情迅速地转好 连医生和护士都觉得不可思议 三个月后我便出院了 病情比我轻的病人 还得住上四到六个月 同时病人在洗肾时会怕冷 而且容易营养不良 但是我在洗肾时完全不觉得冷 验血报告出来也显示 我增加了生血的数量 出院以后还增加了四五公斤 医生都感觉到很惊讶 我在治疗期间 到了新加坡心灵法门观音堂 发愿 终身吃素 今生今世 努力 弘法度人 观音菩萨就是这么的慈悲 在我和母亲一起拼命念完了八百多张小房子后 两年没有小便了我 突然又开始排尿了 我和母亲都不敢相信 医生说 洗肾的病人只要一失去了排尿的功能 除非患了新肾 否则不可能再自主排除小便 但是奇迹却发生在我的身上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一直以来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上大学读文学系 我不愿意读特殊学校 想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为此在就读初级学院时 我用电脑帮我读了历史和文学的功课 找了义工帮我做数学和经济的课业 所有的图表都要他们读给我听 公式也要在我的头脑里演算 在洗肾的间隙 努力的做功课 希望可以顺利的考上大学 然而因为肾病 我经常住院 没有办法好好地读书 我在读JC的期间 很多科目都不及格 也留级了 在2014年 大病一场后 我回到了校园 妈妈十分的担心 我的身体负荷不了A水准 强力度的学习 为此妈妈为我祝念了一百多张小房子 求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 有经历好好学习 我也在防茫的课业中 坚持念重功课 菩萨妈妈真的有求必应 学佛念经后 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那时我要定时去洗肾 洗肾本来是很累的 会让人一直睡觉 但是我洗肾以后 精神居然不错 还可以有精力完成 初级学院繁重的课业 在2015年10月 我参加了A水准会考 考试前期 我在功课里加了108遍的准题神咒 我2011年到2014年 大部分的科目都不及格 考试前我还很甘心 没想到成绩出来了 我的历史是A 经济是B 综合试卷是B 英国文学是C 数学是D 能拿到这样的成绩 我很惊喜 没想到进步了这么多 我的故事也被许多的媒体报导 拿到成绩后 我报读了梦寐以求的国立大学文学系 我的成绩本来超过了往年的分数 没想到 居然没被录取 师父说过 如果明明是你的 却没有拿到 那一定是有障碍 我马上想到求观世音菩萨 许愿在两个星期内 念诵21张小房子 消除我课业上的障碍 过了几天 招生的人居然发出了邮件 因为有人退出了 所以我又被录取了 真的很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现在已经在国立大学就读了一个学期 并学会了如何煮饭 洗衣和自行走路回到我的宿舍 经文和佛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 不光给了我健康的身体 更改变了我的思维 给了我智慧和勇气 来积极面对每一天的问题 非常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 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 让我和妈妈重获新生 自从接触了心灵法门开始念经以后 每天都是发喜充满 每天都充满了希望 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师兄师姐们 我一定会努力的做功德 念经忏悔 学佛修心 希望将来可以像师兄师姐们一样 成为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的 卵海斌同修与我们分享 在儿子连日高烧不退 医学无法救度之际 是心灵法门令儿子病情奇迹好转 全家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顶礼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顶礼感恩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顶礼感恩 龙天护法菩萨 顶礼感恩 大慈大悲 恩师 卢君洪台长 非常荣幸 今天由我来分享 学习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的经历 如果在我分享的过程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还请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护法菩萨原谅 我曾经是一名无神论者 平时抽烟 喝酒 吃肉 看不好的视频 生活中夫妻吵架 等等 造作了很多的罪业 2013年3月 我单位主任送给我 几本佛书 当时我并不在意 也不好不收 就随手放在单位的衣橱里了 2013年5月中旬 我家孩子开始发烧 烧到第八天 我慌了 看了省里最好的医院 用了最贵的进口药 孩子依旧高烧不退 医生也无能为力 只是说查不出原因 血液正常 肺部没有感染 目前医学能做的就是 输液 孩子烧到第八天 全家人都和疯了一样 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 痛苦的煎熬了 我清楚地记得 9岁的儿子 眼睛里边含着泪 轻轻地问我说 爸爸 我会不会死啊 当时我的感受 大家能够理解吗 我要彻底疯掉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能救我的孩子 到了第九天 我们全家人把孩子送到了石家庄儿童医院 再次经历了人山人海的排队 检查 坐壁钞 从早上折腾到了下午 检查结果显示 孩子已经转成肺炎了 我赶快联系朋友 给孩子安排了病床 办理了住院手续 但是孩子的身体呢 烧得已经很虚弱了 当我看到要给孩子输的 这个药液的名称 与之前医院输的药 一模一样时 我终于无法再承受了 我一路狂奔从病房 跑到医院的后院 大声地痛哭 无法再压抑 我当时非常的害怕 那种无助的感觉 或许当你真正经历了 你才会明白 人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到底谁才能救我的孩子 人类所谓的医学 最好的医院 最贵的药品 都无法救我的孩子 谁能救我的孩子 我该怎么办 当我失魂落魄和恐慌之时 突然 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想起我们单位 主任托同修 给我送到单位的三本佛书 对 我应该去看看 我赶到单位 找到书 上面写着 心灵法门 我发现 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的 去看一本佛法的书 看到堕胎的危害 我泪如雨下 我知道 孩子得病的原因了 我忏悔 我对不起我的孩子 我当场发愿 我要超度我的孩子 我赶回医院发现 孩子不烧了 未来的15天 住院期间 孩子就没有发过烧 而且别的孩子 要做的肺部插管手术 我家孩子没做 肺部阴影就全部吸收了 阳光再次照在我的脸上 有种恍如隔世 重生的感觉 我知道 我要开始修行了 我要超度我的孩子 我边工作边修行 家中父母已经都退休了 我母亲十多年来 双腿膝盖长满骨刺 不能弯曲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 他已经做好了 伺候我母亲后半生 腿病的准备了 我播放师父的节目录音 给我父母听 有一次台长给一位山东六十岁的老妈妈看图腾 台长就说 她右腿膝盖长满骨刺 看到有一个英灵在踢她的腿 老妈妈当即就承认自己年轻时有过流产的孩子 台长让她念八十多张小房子给她的孩子 我母亲觉得这个病和她一模一样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她开始念经了 一年半时间念了五百张左右的小房子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我母亲的双腿骨刺已经完全消失 用双手摸膝盖边缘一圈 已经变得光滑 一颗骨刺都找不到了 她走路 居然连我都跟不上都 她单位的老同事见了面都惊讶不已 我母亲说 她是佛法的受益者 到处开始度人了 两个月前 父亲主动去定做了佛柜 我为父母家中设立了佛台 我的妻子也和我一起夫妻共修了 修行了三年时间 2016年7月3日 我非香港参加法会 我已经许愿终身持全素 法会圆满结束后 我们在机场送别师父 我为师父念了108遍大悲咒 师父来了 在机场继续给大家慈悲开示 要送别师父了 人群开始往前涌动 争着与师父握手 我的第一反应是 后退 并劝大家不要往前拥挤 慕送恩师 走向机场大厅的那一侧出口 突然 师父停下了脚步 回身 往另外一个出口走来 我就眼看着恩师向我走来 越来越近 师父来了 就在我面前伸出了右手 满面笑容地看着我 我下意识地也伸出右手 我和恩师的手轻轻地握在了一起 师父的手很凉 很软 那一刻我恍惚了 回想7月4号 正好是初一 我拜师成为心灵法门恩师 卢君洪台长的弟子 我参加法会印象最深的是 恩师在拜师仪式上 给我们弟子灌顶 种莲花后 说的一句话 恩师说 大家要知道 不是我收弟子 是我在替观世音菩萨收弟子 大家知道吗 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于过去无量结重 早已成佛 名为正法名 如来佛祖 佛祖以大悲愿力 欲发起一切菩萨 广度众生 从而释现菩萨像 我们能拜 卢台长为师 能做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其实 拜的正是 正法名 如来佛祖为师 我们何德何能 大家要好好修 不能辜负了佛菩萨和恩师的希望 要一世修成 七请十方 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七请观世音菩萨妈妈 保佑心灵法门 遍地开花 佛树长青 愿同修们都能 离苦得乐 永断轮回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